欢迎收看本周华尔街周报 由华语电视为您制作播出的财经讯息节目 带您掌握一周财经钥匙与美股动态 我是主持人许文婷 本周市场投资人都在等央行年会上最新的货币政策讯号 在此之前美股走势是震荡盘整 一跌长一天跌的 直到周五鲍威尔主席给予明确将降息的消息 主要股指收涨 道指一周累计上涨1.27% 大值涨1.4% 标普500指数收涨1.45% 接下来带大家回顾一下 刚过去这周美股每一天的走势情况 周一美股稳不收高 投资人近代美联储主席 本周稍晚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 在此之前投资人审慎乐观 科技股和非必须消费评股领均大涨 道指周一收盘上扬超230点 为连续第五个交易日收红 标普涨约1% 大值收涨近1.4% 不过周二美股就转为下跌 投资人似乎无意追逐近来的涨势 近代本周联储局7月会议记录 和主席鲍威尔谈话 周二主要股指下幅收低 结束今年最长涨势 道指收跌61点 标普500指数下跌约0.2% 大值下滑约0.3% 终结连八红走势 周三美股再度转涨 劳工部周三将截止3月份的 全年非农就业总人数下修81.8万 下修幅度0.5% 创15年来最大规模修整 这一巨大变化 估显对就业市场状况的担忧 另外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 政策制定者强烈倾向于9月降息 上述消息是美股收高 道指收盘上涨55点 大值上涨超过百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0.4% 周四美股再度下跌 受到科技股拖累 随着经济衰退担忧缓解 和全球央行官员齐聚 杰克森霍尔经济论坛之际 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 股市沉压 道指周四下跌177点 纳指下跌1.67% 标普500指数下跌0.89% 周五美股又恢复上涨走势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杰克森霍尔举行的 全球央行年会发表谈话 他表示 通膨进展方向明确 是时候调整政策了 分析师称 这是鲍威尔发出了 七星为止最强烈的降息信号 主要股指周五开高收高 收盘时 道指上涨462点 报41175点 大指涨258点 报17877点 标普500指数涨63点 报5634点 至于刚刚过去这周的经济数据 与企业消息方面 Target周三公布第二季度财报 业绩优于预期 此外劳工部报告表示 全美就业增长较最初报告减少近30% 接下来一起来看看 过去这周重要的财经企业消息 财报显示 Target第二季营收达254.5亿元 月高于预期的252.1亿元 近历年增超过40%至11.9亿元 调整后每股获利2.57元 高于预期的2.18元 上季可比销售额增长2% 是公司五个季度以来首次实现增长 当中商店可比销售额 小幅增长0.7% 数位销售则增长8.7% 客户流量按年增长3% 但平均消费有所下降 执行长康奈尔指出 此前对5000种商品降价 无疑促进流量增长 并预计情况将持续下去 展望未来 Target维持先前的全年猜测 预计可比销售额 将在持平至增长2%之间 调整后每股收益则上调至9元到9.70元 劳市财报显示 上季营收达235.9亿元 低于预期的239.1亿元 净利按年降至23.8亿元 调整后每股盈于4.10元 高于预期的3.97元 由于房主客户参与的家居项目减少 加上不利天气影响 季度可比销售额下降5.1% 然而 专业人士的可比销售额达到中个位数增长 线上销售额也增长2.9% 劳市表示 消费者等待利率下降的同时面临经济压力 预计下半年家居装修支出疲软 公司预计全年总销售额将降至827亿至832亿元 可比销售额将下降3.5%至4% 调整后每股收益约为11.70元至11.90元 劳工统计局表示 截至今年3月的12个月内 实际就业增长比最初报告的290万减少818,000个 总就业人数水平修正为-0.5% 是自200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修正 在产业层面 下掉幅度最大的是专业和商业服务 减少358,000个 其他下掉的领域包括 休闲和酒店业减少15万个 制造业11万5,000个 及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10万4,000个 少数产业出现向上修正 如私立教育和医疗服务增加87,000 运输和仓储增加56,400 数字表明 劳动力市场并非此前报告的强劲 反而为美联储降息提供进一步动力 福特原先计划 在2026年开发一款新型电动商用货车 并在2027年开发两款电动皮卡车 包括一款将在田纳西州工厂生产的全尺寸皮卡车 及一款由加州团队开发的新型中型卡车 福特首席财务长劳勒表示 从市场了解到吸引消费者的领域 公司将专注于拥有竞争优势的商用陆地卡车和SUV 劳勒又指 新计划旨在更好的提供资本效率高且盈利的电动车业务 但从短期来看将使公司付出代价 福特预计将承担约4亿元的特殊非现金费用 用于剪辑部分特定产品的制造资产 包括取消三排SUV 并可能导致额外费用和高达15亿元的现金支出 通用汽车未有透露裁员人数 但一位知情人士证实 约1000多名受新员工被解雇 占公司全球员工的约1.3% 其中包括公司位于底特律附近的科技园区 约600个职位 受影响的员工在周一早上接获通知 通用汽车表示 此次裁员并不是因为成本削减 而是在软件和服务执行副总裁阿伯特 于三月份离职后对运营审查后进行 软件和服务部门涵盖多个领域 包括资讯娱乐 Unstar品牌及新兴领域 如订阅和其他车辆功能和开发 公司发言人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 在建立公司未来时 必须简化工作以求速度和卓越 做出大胆的选择 并优先考虑将产生最大影响的投资 阿拉斯加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司法部队拟议合并的审查期限已经到期 形容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阿拉斯加航空去年12月宣布 以每股18元的价格收购夏威夷航空 并承担其9亿元债务 使最终收购金额达到19亿元 据Merger Market称 如果合并成功 将成为自2016年阿拉斯加与维珍美国航空合并以来 全美最大的航空公司合并 而在合并后 两家航空公司的品牌将被保留 但会在单一平台下运营 计划限时必须获得联邦运输部的最终批准 运输部表示 当局正在审查申请 强调只有在符合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会批准 上周才刚公布超出预期财报的京东 本周被沃尔玛释出消息表示已全部清仓持股 沃尔玛是从2016年开始和京东合作的 最高时曾一度持有京东10%的股权 虽然沃尔玛在新闻稿中称 这项清仓持股决定是为了专注于经营 沃尔玛中国和山姆会员店强大的中国业务 并将资金用于其他更优先事项 但华尔街投资人还是担忧 此举反应外资看淡中国经济前景 尤其是在电商市场中 阿里巴巴与京东恐怕打不过兵多多的趋势 究竟沃尔玛为何会全部出托京东 京东的前景又是如何呢 以下是我们的专题报道 中国电商京东集团遭到零售巨头沃尔玛清仓事件池 套陷了约37亿美元 京东在周三晚间宣布 沃尔玛不再持有京东股份 这项消息是京东的股价一度暴跌超过11个百分点 并紧急启动买回自家股票 沃尔玛原本是京东第二大股东 持有9.4%的股份 根据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20号披露的文件显示 沃尔玛已完成出售 所持全部京东股份 约出售1.445亿股京东股票 报价为每股24.85至25.85美元 筹集金额最高达37.4亿美元 据京东报告 截至今年第一季度 沃尔玛持有京东1.45亿A类普通股股票 和7200万股美国存投凭证 共计拥有9.4%的股权 是京东第二大股东 而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则是第一大股东 拥有11.2%的股份 对于沃尔玛出清京东持股 据接近京东人士表示 股权投资变动不会影响到 双方任何业务层面的合作 双方仍旧是彼此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也有意愿继续保持密切商业合作关系 扩大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业务 分析指出 中国经济面临不确定性 整体消费环境恶化 成长正在消失 虽然京东上季财报 优于预期 但营收竟增长1.2% 延续2022年以来的 各位数季度表现 这段低迷时期 导致京东的市值 自去年年初以来 蒸发了一半 蒙哥士坦利 在最近一份报告中也点出 消费疲软和电商竞争 日趋激烈的背景之下 京东的营收年增放缓 因此分析师下修了 京东营收预期 将2025年和2026年的营收预测 分别调降5%和10% 京东与沃尔玛的蜜月期 始于2016年 当时沃尔玛旗下一号店 并入了京东 同时沃尔玛获得了京东 约5%的股权 以京东当时股价计算 这笔交易价格约15亿美元 此后沃尔玛持股快速攀升 一度超过10% 有投资人士分析 此次初清持股交易 应是沃尔玛为缓解自身 资金压力的需要 因为其第二季度的收入增速放缓 现金流减少 同时需要应对当前市场环境变化 做出多元化的战略 释放资源 优化资本配置 沃尔玛在声明中表示 这项决定使我们能够专注于 沃尔玛中国和山姆会员店 强大的中国业务 并且将资金用于其他优型事项 尽管中国整体经济受到消费者支出放缓的拖累 但沃尔玛在中国的表现却十分良好 过去两年 该公司在中国的季度销售额 大多时候都有10%以上的增长 因此此时出行京东 华尔街也难免解读为沃尔玛不胜看好京东前进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之后我们将电话专访 添交基金管理公司总裁郭亚夫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 以及新的操作策略 我们稍后回来